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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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阿威哥 聽說你是不是有方法搞到一個什麼魚套吧 粉絲見面入場的門票 不過剩兩張來吧 搞不定的話 真的由男友變成某種老朋友都來 你這次就找到人了 念在你對女朋友一片癡心的份上 我就幫一下你了 這個活動剛巧就是我表公公司的人搞的 他還負責銷售 不過他們公司就有明文規定 員工就不可以私底下留位 不過規矩是死的 人是生的 這麼大條財路 不益人費也要益我們自己 所以只要你肯給多一點 當真? 當然啦 不過要買就趁早了 咦? 喂? 你又要飛吧 也有勁 不過可能價錢上就是貴一點 粉絲可以和偶像見面 可以說是機會難得 不過如果用犯法的途徑換回來 又值不值得呢? 看回剛才的個案 既然公司有明文規定 員工不可以私下預留門票 如果員工殺除利益 無按公司規定行事 就有機會觸犯 預防及壓止私營部門賄賂法律所規定的受賄罪 這個行為 不單止令粉絲不可以公平地買到票 還會令公司聲譽受損 所以 私人公司 除了因應不同公眾定定工作指引 清晰列明具體操作流程 更應該適時為員工安排誠訊培訓 提高員工誠訊手法的意識 建立公司誠訊管理文化 同時有助提升公司形象 共創商營